师父最后一个问题 发现师父您的情伤很高 经理年龄比实地年龄大 请师父开始 怎样提高自己的情伤和心理年龄呢 这里面的风两步走 第一 师父秉承的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三人之中必有我十 师父是对别人讲的话 我都很愿意听 因为只要我不同的 领域里的各种人才说的话 我都觉得他们是专业的话 是专家的话 师父第一要接受 所以我听人家的话 我把自己的观念全部拿光的 我是完全全盘接受的 接受之后再用我的思维来重新验证 很多人的毛病就是 首先先排斥人家 不接受人家意见 你说什么都不听 那你说人家好的 就算有招魄 你可以排除掉 那那那好的呢 对不对啊 好的不也没了吗 不是 我听说他们宁波人有一个习惯 因为小孩子过年怕他们讲 讲错话 臭话 讲倒霉的话 所以在年三十晚上 说很多农村当地的风俗 拿一个草纸啊 卫生间的草纸 帮每个小孩子嘴巴擦一擦 就是说你第二天就是小孩子说了倒霉的话 那出来的就像 那个意思了 就是不做数了 那你不能说你不能说因为你一年踩蛇十年怕草绳啊 是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那师傅 您的情商很高 那 你对这个情商很高 对于我们的广大公州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一个人首先要谦虚 第二要谨慎 这个都是过去毛主席讲过的 谦虚谨慎 对对 因为一个人不谨慎的话会犯错 一个人不谦虚的话会被人家挤压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人能够谦虚谨慎 你的情商就会高 另外呢 注重别人的感情 你的情商也会高 经常换位思考 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看 你这个人情商就会高 为什么人家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慈爱 特别能够感染人 因为你知道对方的感受 这是最重要的 一个母亲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 因为妈妈太知道孩子的需要 就是这么简单了 那师傅 那观世音福大祈祷是天上最情商最高的佛了 对了 他的慈悲连佛陀都赞叹 佛陀赞叹观世音菩萨 是所有佛当中最慈悲的 明白了 今天谢谢师傅的实力开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